毫无疑问,哈登是修斯顿火箭的灵魂人物,现如今我们只看到了哈登的豪宅里琳琅满目,殊不知哈登在年少时家里一瓶如洗,我们只看到了哈登的进攻并没有雷霆之素,却无人知晓他有天生的哮喘病,我们也看到了他有着一位非常爱他的母亲,却不知道他从出生至今和父亲都很疏远。 哈登的出生哈登出生于洛杉矶南部的小镇康普顿,那时的洛杉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城市,那里充斥犯罪的气息,在1992年更是爆发了罗德尼金暴动事件,也因为四名警察对罗德尼金实施了暴力执法,在一年后的法院判决上,四名警察被无罪释放了。 释放了四名警察后,洛杉矶仿佛进入了火海,到处浓烟滚滚,而哈登的出生地康普顿小镇更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,而发生这一暴动的四年前,哈登在康普顿小镇默默地降生,因为其母亲威利斯长期营养不良,小哈登的身体格外瘦小,但是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,仿佛好奇着这个世界的一切。 威利斯给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打孩子取名詹姆斯·哈登,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行安安,并给哈登娶了个小名叫幸运。 哈登童年里的母亲哈登自出生后,并不知小父爱是一种什么滋味,哈登的父亲吸食毒品,并且贩毒,哈登的童年里并没有父亲的陪伴,这也是至今哈登为什么不肯原谅父亲的原因。 但是哈登搂着一位神奇的母亲请原谅我用神奇两个字,因为我太尊敬她了,威利斯非常的努力地支撑着这个没有父亲的大家庭。 那时威利斯是一家公司女佣人保洁之类的工作,威利斯除了坐公车去上班,还要照顾即将因癌症去世的母亲,还要调起整个家庭的支出。 威利斯的工作并不轻松,因为要清洗,打扫卫生,她时常一蹲就是几个小时,由于身体比较臃肿,也有着1.75米的身高,她时常在长蹲洗力后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,即使工作的艰辛,但威利斯并没有任何消极的态度。 相反,这让她更热爱生活,在面对每一位同事的每一天里,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泰浪的笑容。 哈登一家生活在康普顿,哈登的母亲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着自己孩子的安全,因为那里充斥着毒品,相知,犯罪,她必须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这些东西。 然而,在哈登五岁时,威利斯的丈夫入狱,就在哈登父亲入狱后,哈登的两个舅舅在两桩杀人暗中离世。 这两件事似乎打到了威利斯,但是,当她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,她认为她必须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这些,成长在康普顿这样的小镇里。 威利斯必须严厉地监督着每一个孩子,威利斯为了避免让她的孩子误入歧途,她选择了运动,哈登儿时非常喜欢棒球,而她的哥哥喜欢橄榄球。 威利斯说,因为运动,他们能远离黑帮,所有人都能在运动中有所收获,这也是我的初衷。 所以他们爱上了所从事的运动,哮喘是哈登打篮球的拦路虎。 在一次采访中哈登说道,我九岁的时候投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篮球,那时我仿佛感觉我找到人生乐趣,我觉得我更适合篮球,而非棒球。 当哈登把这个想法告诉威利斯时,威利斯觉得哈登的这个想法完全是孩子气,因为哈登自小身材就有些臃肿,最重要的是哈登有哮喘病,患有哮喘的哈登做这样的运动也是非常危险的。 但是威利斯依然满足了孩子的这个请求,在我们家长的观念里,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。 威利斯当时的思想是,只要让孩子远离犯罪,任何运动都是有益的。 威利斯的陪伴是对哈登最好的引导,威利斯经常陪哈登打球。 但是由于哈登患有哮喘,他只能投篮和一些平稳的篮球动作。 每当哈登长个子或者投篮命中率有所提高时,威利斯就会将哈登的球框提升高度,我们的家长也不会做到如此细致。 在球场哈登结识了一位篮球兄弟,他们都是生长在危险而又贫困的康普顿。 哈登非常喜爱这位同样爱着篮球的朋友,他和哈登一样总是慈悲善目的,虽然贫穷,但是他总是把好吃的分享给伙伴们。 两人经常一起打球,哈登还时常带着这位好友到家里玩。 威利斯也非常喜爱哈登的这位伙伴,并鼓励哈登多和这样的伙伴交朋友。 哈登的这位儿时同伴就是德罗赞,哈登力士,随着孩子们的长大,威利斯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继续生活在充斥着危险的贫民窟。 他带着孩子们搬到了一处稍微好点的社区,同时让孩子们能接受到更好点的教育。 但是这样一来,家庭的支出也逐步变得拮据起来。 但是伟大的威利斯并没有让孩子们感受到任何压力。 他不但省吃俭用,而且加大了工作量,只为了让孩子们过得好点。 哈登在12岁那年的一个冬天的早上,被尿憋醒。 上册归途中,哈登发现,母亲威利斯正吃着一根冰凉的胡萝卜。 他甚至感觉到了母亲嘴里的凉气。 妈妈,你怎么起这么早,你怎么吃生胡萝卜呢? 哈登问道,威利斯说道,这几天工作量有点大,所以起得早,也没来得及做饭。 现在还早,你快去继续睡会吧。 至今哈登记得那个早上,他记得那天早晨是五点,他也记得那一刻他在心里立下的誓言。 哈登曾经在睡前没等到母亲回家,于是给母亲留了一张纸条。 纸条上写道,请在您早起点叫醒我,你能给我一点签吗? 还有,留着这张纸条,我会成为一个明星,并且还签了名。 父爱班的篮球启蒙,哈登,希望能到一所篮球名校的高中上学。 但是威利斯由于担心儿子的哮喘并并不同意,但最终哈登赢了。 威利斯说,我妥协了,你可以去做你一直想做的事情了。 随后将哈登送入篮球名校巴蒂西亚高中,哈登在这所学校见到了他的篮球启蒙老师斯科特·佩拉好像前两天和戈登一起去看他了吧。 他像教堂里的神父,他总是有着慈祥的笑容,作为一名教练他总是平易近人,他也从来不会歧视任何黑人。 哈登也引起了佩拉的注意,因为哈登十分低调,安静,而且还很斯文。 后来哈登和这位慈祥的教练关系非常好,佩拉不仅启蒙了哈登的篮球之路,还在生活上给了哈登无私的帮助。 因为哈登摇着威利斯这样一位母亲,这让哈登感到非常幸运,是他的母亲教会了他尊师重道。 这也是佩拉教练着重培养的哈登的理由之一。 至今哈登曾经的体育课老师格雷·埃利斯谈到哈登时说道,直到今天,哈登见到我,他都会站起来,很认真的看着我,然后和我握手。 其实哈登当时的投篮已经非常准了,但是比一般的同龄球员的球技还要差很多,在同龄的比赛里也只能作为一个投手出现,这跟他的哮喘并有着极大的关系。 当时的哈登在球场还显得非常羞涩,经常是被动进攻,等待队友的传球,场景出手次数很少,随后佩拉教练主动要求哈登主动出击,但哈登却说,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打球毒。 战胜哮喘并无奈的佩拉教练找到了哈登的母亲威利斯,威利斯下令后,哈登不得不照做,于是哈登开始持球冲击内线,也是在那以后哈登更专注于篮球,训练也更加刻苦。 他总是在集体训练后,加练一个小时以上,由于身材臃肿和哮喘,哈登忍受了成人无法忍受的痛苦。 哈登说,我不得不面对这一切,不能因哮喘而逃避训练,母亲为我日夜操劳,如果我不努力打球,她会很伤心的。 哈登制造犯规的能力也是佩拉的功劳,他们有一个赌约,如果哈登一场比赛的罚球少于六个,哈登就得做多次短跑训练。 如果哈登赢了佩拉就欠她的,这后来被称为汉堡故事,其实如果没有和佩拉的这个赌约,哈登每天的折返跑也达到了一定的极限,让人欣慰的是,随着体重的减轻,她的哮喘并逐渐减轻,直到后来消失了。 从此后,哈登在篮球场能像正常人一样安全地打球,她开始着重突破内线的练习,因为哈登是一位左手球员,这和基诺比利相同, 而腰刀喜欢用自己心力的欧洲部进行内线突破,从此,哈登也开始了欧洲部的练习,就这一个欧洲部,让哈登如痴如醉,每每练到很晚才回家,哈登很晚还不回家,有时威利斯就会很担心,知道这个消息的佩拉教练开始在球馆陪哈登一起练,然后送哈登回家,最后自己回家,经过不懈的努力训练,她终于掌握了欧洲部的精髓,高二的哈登已经开始用各种办法 寻找投篮机会,其中包括欧洲部变相,皮尔斯式的后撤步投篮,当时哈登的技术在高中球队可以算得上一流了,但是哈登由于自小缺少父爱,从而有些自卑,不愿意。